等四家飞机飞走了,蓝忘机才回过神,说实话,他本应该和蓝西辰一起走的,他也不知道自己留下去究竟是为了什么。 蓝忘机已经他的人已经回去休息了,不出意外的话后他们也就要离开了,来这里几天,那人见了他,跟猫见了老鼠一样,跑掉得飞快。 卫无限就在不远处偷偷看着蓝忘机,他还是没忍住,他知道他们今天有的人要回去了,想来看蓝忘机最后一面,他知道他懦弱胆怯和以前没有办法比,但是他还是想见一见他。 蓝忘机低头和书记说了几句话,书记连忙笑着点了点头,离开了。 从卫无限的这个角度看,蓝忘机高高大大的,英俊又帅气,一身军装,站在破旧的小村庄里,显得格格不入,又格外地引人瞩目。 卫无限见他没有发现自己,准备偷偷摸摸地溜回去,而且他从早上到现在下午了都没有吃饭,他要去看看菜市场开门没有,他要买吃的。 这时,一道冷清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,偷看到什么时候。 卫无限猛然转身,明明刚刚还在村口的Alpha,现在就在他面前,卫无限吓得而了一身,双脚不受控制地往后退,蓝忘机冷冷地看着他,眼睛里不含一丝情绪,冷得让人心凉。 卫无限说不出话来,他没有想好怎么面对蓝忘机,忽然相见,导致他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,蓝忘机见他局促不安的样子,心里居然觉得有些,好笑。 他问面前的人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?声音很冷,明明没有放出信息素,但是卫无限还是感觉到腿软,过了好半场。 卫无限开口道好,好久不见,蓝忘机冰冷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打亮着卫无限。 卫无限面色苍白,不见以前的红润,很瘦,而且他在发抖。 蓝忘机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卫无限的手指一直在颤。 卫无限被他看得心慌,毕竟是高等级的Alpha,光是站在那里都觉得让人感到压迫感。 蓝忘机缓慢地走进卫无限,他往前走一步,卫无限往后退一步,到最后已经没有路可走了,卫无限的心也沉了底。 Alpha声音清冷又好听,仅仅就一句话,就让卫无限整个人愣在那里,不知该做何反应。 他说,我一直挺想问问,你拿到让你心仪的Alpha现体了吗? 卫无限被这句话砸猛了,半天没反应过来,神,什么,蓝忘机声音冰凉,你当初离开我,不就是为了这个吗? 卫无限嘴唇颤抖,他不敢相信地看着蓝忘机,他不吭声,就死死咬着嘴唇。 蓝忘机被他的样子搞得有些烦躁,Alpha的压迫感让人卫无限感到不舒适,脖子后面的线体秃秃得很疼,卫无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 他艰难地呼吸着,哑着声音说,我没有,蓝忘机离他远了一点,站在不远处平静而冷淡地看着卫无限,在卫无限看来,他就像一个冰冷又怜悯众人的神,但是他永远不会怜悯他。 卫无限心口疼得直泛酸,眼睛红了一圈,他又说了句,我没有。 蓝忘机好像不在乎这个,他说我不管你有没有,你当初离开我,拿走了我的钱。 卫无限红着眼睛,看着高大的Alpha,他听蓝忘机说道你告诉我你拿着那些钱做什么了。 他冰冷又刺人,卫无限说不出口,蓝忘机见他不说话,道,毕竟那笔钱,够你做三次线体替换手术了,对吧? 卫无限瞳孔一缩,他知道自己当初离开他是为了,他怎么知道的? 蓝忘机见他的模样也不想再多说些什么了,他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在意那件事情了。 当初他们年龄太小了,做的事情有的不成熟,人总是要成长的,成长的代价每个人都要承受。 卫无限又不吭声了,他没有办法解释,因为几年前的事情本来就是他的错。 那件事情其实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的,但是他们偏偏用了一种最不成熟的方式来结束。 蓝忘机转身就要走,临走前他最后说了一句,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,你之前离开的时候我们两个没有好好道别,你就把我抛下了。 卫无限又被他这句话刺得眼睛泛红,漂亮的眼睛带着痛苦和纠结,最多的是愧疚。 他很少一次说这么多话的时候,其实他总觉得自己的表达有问题,别人无法理解他的意思。 他18岁的时候刚刚接触情爱,就把身心全都掏给面前的人,结果落得一个被骗钱又被骗心的下场。 蓝忘机其实不是很在乎那些钱,他只是不明白而已。 为什么自己当初那么喜欢他,最后落得一个被抛弃,被离婚的结局,不过现在他也不想了,他明白了,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配得上一个解释。 在来这里之前,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 蓝忘机冷淡的声音响起,像鼓锤一样敲着魏无限的耳膜。 既然遇到了,那就说开吧,蓝忘机最后一次叫他的名字,魏无限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。 蓝忘机说,魏英,我们的婚姻已经彻底解除了,Omega擅自单独解除婚姻,名义上是离婚了,但是必须Alpha也要同意,如果Alpha不同意他们的婚姻依然有效。 蓝忘机从来都没有同意过,但是今天他忽然就不想了,他直接拿出手机,在屏幕上点了几下,最后收了回来。 魏无限难受得想死,蓝忘机看了他一眼,道我明天就要走了,声音依然是淡淡的,但是听得让人觉得很酸。 我再也不找你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蓝忘机最后那个眼神刺痛了魏无限,魏无限艰难地扶着自己身后的墙站起来,他深深吸了口气,我没有。 蓝忘机扭过头,看着魏无限问道和我又有什么关系,魏无限想笑一下,可惜笑不出来我说我没有拿你的钱做腺体手术,蓝忘机没有再回答他,只是看着他不做任何的表态,魏无限浑身难受得很, 他额头一直在冒冷汗,手心被冷汗进尸室,在这里遇到你,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,你让我觉得很难受,魏无限似乎也不怕他了,他抬起头,倔强地眼神看着蓝忘机,一字一句地说在这里见到你,让我很难受,所以你最好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 心脏疼得快要炸开,他的话似乎激怒了面前的Alpha,蓝忘机眼睛带着冷光,他终于回答恩,所以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 魏无限似乎就是有意要激怒他好啊,你最好一辈子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小腹一阵一阵的刺痛,搅得他五脏六腑疼的蜷缩在一起。 这是后遗症,只要魏无限情绪激动,他的小腹就开始抽疼抽疼的。 你就是一个冤大头,被我骗了那么多的钱,还好好的放过我,怎么,难道还想被我骗一次? 骗钱又感情多滋味好不好受?不好受吧,恨我吗?你越恨我我就越高兴,因为你也不痛快不是吗?